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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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时才13岁 陈亚以斯卡罗大骨头女儿乌米娜 入围金中武器行人奖 花了不少时间学习男排腔调 杨茜茜茜 穩健的台风雨气场 撑牙打动评审的心 同片演员雷斌金路尔 也以冷酷无情的二骨头 依莎入围 金中武器行人奖面貌相当多元 除了探究部落故事的演员受注目 以歌仔细语音乐剧融合的 《孟婆客栈》也受肯定 张淑宇在其中饰演无名一角 虽然台词最多不超过六个字 但细腻的表情变化 展现精湛演技 让他获得入围机会 而要说令人最惊喜的还有他 百万YouTuber草爷 在剧中以侦察队员石头一角 曹爷是YouTuber界第一人 首次跨入戏剧圈 就入围金中奖 他认为YouTuber给了他许多养分 某种程度像我现在在访问 那我要面对镜头 很多人是没办法讲出些什么的 我们拍YouTube拍久了 你会觉得你知道镜头在这里 你必须得跟他讲些什么 然后甚至说有时候你要 有一些小短剧要塞在里面 那些人设其实都要做好 我觉得帮助是一定是有帮助的 只是不同的是 我做好我的人设 但是在戏里面你要做好 这个角色的人设 要共同手画 让全世界知道我们警方是 连环杀人魔的帮凶 觉得台词很难 因为我阅读障碍 中枪那一幕 那一幕要感谢馆长 靠我 因为我上网搜 搜很多中枪中弹的影片 然后很多都是电影的嘛 他们很 就死了 就差不多了 参考馆长是因为 他有哀嚎嘛 这个好真实喔 因为他是真的中探啊 融入剧情角色 草爷除了研究馆长影片 也找刘亮佐指导演技 竟然上阵各展专业 以模特儿起家的林思廷 也在超感应学院中 站露头角 我哥他已经死了 成功饰演可爱没心机的笑话 让林思廷纯净的演技受到关注 入围者各个实力坚强 谁能夺下金钟武器 只盼典礼揭笑